上電視台談公益形象 談風水命理 他侃侃而談 黃德圖不但是命理專家 還營造公益形象 中華民國嘉義行善團的總團長 這都是營養在我們的財運 婚姻 名字 營養在我們的身體 眾所周知 造橋鋪路文明的嘉義行善團 在榮譽團長何明德過世之後分列為三 除了何明德行善團 嘉義是嘉義行善團 黃德圖還打折父親是嘉義行善團創團元老之名 並創了中華民國嘉義行善團大會 因為社團名字雷同 對外募款常常有困擾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去解釋那麼多 因為網路 所以說你要捐款的時候 你要小心 你要再三的確認 因為真的沒有辦法幫 黃德圖對外宣稱跟何明德行善團有淵源 而何明德行善團跟嘉義是行善團 都跟他撇清關係 先前還因為承攬921南投竹山鎮的 一個重建橋樑工程 福報工程 經費400多萬被起訴判刑 刑事風格早有爭議 南投建材的那種 一種基礎做這個三位 都不關這個 現在傳出假借宗教跟治病性情女性圖 黃德圖到底是不是大善人重新被檢視 而三個從嘉義行善團分列出來的公益團體 也因為名稱跟系出同源 公益形象難免受影響 不練才又騙色 然後幾乎 對啊 我覺得這樣退過客人 對我們 而且對我們嘉義行善團的形象 真的是損傷了我們的形象 但行善團員說秉持初衷繼續造橋鋪路 個別成員或者是幹部的風波 就自己承擔吧 不要影響民間捐助 妨礙了後續的公益工程 記者綜合報導 大家好 感谢观看